中國田徑協會是官方網頁 引述副主席沈純德的回應 解釋北京馬拉松官網報名的選手國籍中 沒有日本的選項 是因為過去日本跑手 主要是透過團體報名 甚至以個人身份網上報名 現在已經恢復日本的選項 今個月25日舉行的北京國際馬拉松 自1981年首辦 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的馬拉松好手參加 日本朝日新聞早前報導 中國當局因為兩國近日就釣魚島的主權爭議 禁止日本人參賽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漢文報導